最大国家队根本没撤,专家接中国股市更大黑幕,图为中国一处证交所,上周五指国家队基金已清盘,引发媒体报道及质疑,其远远跑盈护身300指数有操纵嫌疑,证监会本周一替国家队基金清盘辟谣,趁会今将继续投资股票,专家揭露这并非对股市利好,反而是中共继续操纵股市, 收割股民的戏码继续上演,中国上证指数最近三个月震荡下行,一度跌破2500点本周一,证监会替国家队基金清盘辟谣,趁会今将继续投资股票,最新报道同时揭露今年国家队整齐撤出,是来自中共国务院的统一部署对此,专家揭露这并非对股市利好,反而是中共继续操纵股市, 收割股民的戏码继续上演,现在只是规模2000亿的国家队基金,要撤淡规模,高达数万亿的国家队根本没撤, 一,国家队基金撤退,引市场恐慌,证监会辟谣证监会辟谣, 10月29日证监会在官方网站和公众号里回应国家队基金撤出事宜,表示有关报道存在区解释时事相关机构持有的股票不但没有减持反而有所增加, 上周第三季度基金持股报告,出炉五支国家对基金将近清盘,这引起市场很大震动和恐慌, 国内舆论普遍认为,这表明中共的就是口惠而实不至, 而且怀疑这五支基金在最近三年大盘看冷的情况下还能够在一, 季度的高点齐齐抛出,似乎有猫腻详见本台记者上周报道, 国家对高点跑路,舆论哗然,被质疑做空股市趁机脱民起, 中国股市周一开盘大跌,收盘时下跌超2%, 这是最近三个月中国股市震荡下行,跌幅已经超过250点, 据市场人士分析,这与国家对基金清盘消息, 导致市场信心进一步下滑有关二, 国家对基金收益远超大盘,撤出是国务院统一部署, 据Wine的数据显示截至10月23日五指国家对基金中招商风庆A, 一方达瑞会和南方消费活力,成立以来回报均超20%加10新机遇和华夏新经济成立, 以完回报分别为5%和付4.6%基金净值的增长率远远, 跑赢护身300指数也同样跑赢,同期混合型基金平均收益水平, 中共新华社10月29日转北京青年报文章称, 有业内人士透露实际上今年二季度的时候国家对基金就出现了大幅度赎回, 这跟年初国务院对旧市资金有序退出的建议有关, 从国家对基金公布的三季报及后续行动来看, 其行动应该也是一致的, 目前无止国家对基金三季报已全部披露完毕, 资产规模都在2亿元以下, 而且满足持有人数量不满200人的情形, 从有关基金法律角度看, 这些基金已经走向了自然终结上周五指基金还同步公告召开持有人大会, 将审议终止合同议案, 一位公募基金合规总监也在10月29日告诉财新记者, 无止国家对基金星盘的走向, 不会改变, 这从本次证监会的辟谣表态也可以看出, 要增持的股票而非基金份额, 这意味着这些国家对基金将继续进入清算程序, 赞助商链接赞助商链接三, 证监会趁证金增持股票, 专家在接国家对更大脸残黑幕, 据财新记者了解, 证监会此次辟谣声明, 所指的持有的股票不但没有减持, 反而有所增加相关机构, 指的是国家对主力, 证监公司上述五指总规模2000亿的国家对基金, 都是证监公司出资的, 国家对基金的退出将会对市场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2018年10月29日星期一, 新华社引述的北京青年报, 里面这样写着分析人士指出, 目前国家对基金凝屑, 已经处于空仓状态, 市场对于国家对基金逐渐退出的消息, 实际上, 已经得到了一定消化, 反而更有利于股票市场的自我调节, 就当前的股市而言, 简单粗暴的互盘, 并不是长久之计, 还容易鼓励投机, 只有一系列实质利好出现, 比如减税, 鼓励长期资金入市, 等方案的实施才能让A股走上健康发展之路, 然而, 长期观察中国经济的咨询师秦鹏, 却认为这对普通股民来说并非好消息, 反而是中共要继续把普通股民当韭菜, 要继续收割, 即使这几只基金撤退了股市里剩下的龟, 魔术万亿的更大的国家队, 他们, 才是中国股市最大的操纵者, 他说第一, 跟股市相关的国家队包括证金, 汇金, 外汇局, 证金资管及证金定制基金, 这一个多州来媒体热炒的国家队, 其实是一个狭义的概念, 也就是证金参与投资的基金, 证监会说得很清楚, 五指基金清盘, 但是证金公司会继续增持, 实际上, 汇金公司等也会继续在里面操作, 汇金是比证金公司更大的股市操纵者, 汇金持有的资产超过了4万亿元, 2017年11月2日中国基金报道, 国金证券分析师会总得出截至当年第三季度, 国家队包括汇金公司, 证金公司, 外管局旗下三个投资平台, 以及五支国家队, 基金, 共有21个账户合计持股市值达, 4.43万亿元债A股总市值7.23%其中, 汇金汇金公司, 持有994家公司持股市值达3, 49万亿债A股总市值比重为5.69%, 在他们面前任何私有或公募集基金和个人, 都是小蚂蚁截指, 2017年Q3国家队的21个账户总持股市值4.43万亿元图片, 的这本集如今我展示下这是小蚂蚁内桃以下, 请 消耗达太北,